北周的开国皇帝宇文泰曾经就当皇帝治国一事 向贤财苏绰讨教 苏绰当时的回答是 用贪官 杀贪官 虽然只有简简单单六个字 但其中的智慧却不简单 天下惜壤 皆为力网 千里为官 只为财 你要人办事 那必须让他得到好处 不然肯定会撂挑子 故而用贪官来培植自己的死党给自己办事 进而充实自己的实力 除贪官是用来排除异己 杀贪官来收买天下民心 这才是皇帝权谋的最高境界 大贪官和身是贪官 但首先是乾隆的贪官 所以乾隆心里非常清楚他贪 也一直在保护他 用他 所以他能够权倾朝野 相信皇帝亲政后 要熟民心 要更好地掌控权力 所以他要杀贪官和身 只是和身被嘉庆处决时 他内心还认为自己会没事 非常淡定地拿出乾隆留给的保命数 结果当他看到里面的三个字时 顿时他倒在地 很快就被诛杀了 赵书李乾隆到底说了什么 让位高权重的和身如此害怕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提到和身 很多人会非常自然地带入 铁齿铜牙气小蓝中王刚老师扮演的角色 但真是历史上的和身比较强势 厉害得多 和身 正红其人 父亲曾被认为副独统 随乾隆下江南到了福建 在福建生下了和身 和身三岁时 母亲就去世了 九岁时父亲又去世了 双亲去世的他和兄弟一度被赶出家门 他的童年其实比较惨 这也许是他下定决心发愤图强的最初原因吧 当时天下成品 要想改变命运 和身非常清楚读书是最好途径 他刻苦学习 努力奋斗 卖掉了祖产 进入了咸安宫读书 不仅熟读四书五经 而且精通满 汉 蒙 葬四种语言 1769年 和身十九岁 他满怀信心参加科举 可惜落地 但他没有自暴自弃 怨天尤人 因为有生缘这个身份 所以他得到了去宫中任职的机会 当了御前的一仗队 这是一个能够在皇帝面前的差事 和身再混了几年 终于凭借自己圆滑性格和聪明才智 成功让乾隆注意到了 和身了解乾隆的喜好 懂得迎合皇帝的心意 而且还会办事 他的仕途因此青云直上 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承认了护布侍郎 军机大臣 内务府大臣等职位 和身因进入社会比较早 对商业财务上的事非常擅长 所以他互不认之时最为得心应手 乾隆在统治前期虽然勤于正事 让清朝进入了康前盛世 但中后期志得一满 生活越来越豪奢 越来越享受 而和身把诺大一个清朝的财政 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同时 还能让乾隆自己的小金库越来越古 日子越来越滋润 所以让乾隆用起来得心应手 越来越离不开他 乾隆也把自己能够给的几乎都给和身 高官厚禄 圣券信任 甚至双方还结亲 把自己最疼爱的公主 嫁给了和身的儿子 让两人的利益关系更加紧密 有了皇帝的袒护 久而久之和身免不了滋生了腐败之心 走上了贪污腐败的道路 当时一个国家的钱就那么多 皇帝的钱多了 那肯定朝廷的钱少了 百姓的钱少了 加上上行下效 乾隆和和身都开始贪了 所以官场越来越迷赖 越来越腐败 乾隆皇帝聪明 他当然知道朝廷的情况 也知道和身贪污 但自己这么大年纪了 为了自己的名声 也为自己享受 他愿意睁一只眼比一只眼 但和身的所作所为 一直有个人在盯着 而且内心十分不满 他就是当时的皇太子永燕 永燕非常清楚朝政的腐败 和身的贪婪 全胜之局下的千疮百孔 他有心改变 却现在没有实力 所以只能装孙子隐忍 以待来日 1796年 乾隆将自己的皇帝宝座 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 当上了太上皇 永远当了皇帝 也就是嘉庆帝 但只有皇帝之名 没有皇帝之实 权力还在太上皇手中 1799年 太上皇因为感冒 出现了器官衰竭的征兆 最终要食无用 当了60年的皇帝 三年太上皇的乾隆 离开了人世 乾隆的离去也预示着嘉庆头上的紧箍咒被拿掉了 有了裁断朝政的大权 隐忍多年的他再也不想多人 乾隆取誓次日 嘉庆帝就下了罢免和身官职的旨意 没过几天 举报和身贪赃皇法 意图不轨的奏章就如同潮水般蜂拥而至 嘉庆便直接宣布和身触犯了20条大罪 要将其抄家 以正典型 这一切发生太快了 和身一下子被打蒙了 但他纵横了官场几十年 曾经也预料到自己的下场 所以就此事之前求了乾隆 乾隆也给了他一道圣旨保命 因此他对自己的性命并不是很担忧 当嘉庆要处决和身的时候 企图改变自己死亡的命运的和身 非常淡定地请出圣旨 只是当保命照书被打开 众人屏息宁神 看清楚圣旨的内容时 嘉庆笑了 和身傻了 因为上面就三个字 刘全师 用贪官 杀贪官 乾隆当了六十年的皇帝 如何不知 生前贪官和身还能帮自己办事 要是百年之后 继任者肯定容不下他 会杀这个大贪官 以警校友 到那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才下了这道圣旨 乾隆死后半个月后 嘉庆就赐来一条白领 让和身自尽 得以留了个全尸 相传和身死后 嘉庆从和身的家中 超出了八亿至十一亿白银 黄金股丸珍宝更是不计其数 所有财产了 甚至超过了清王朝那个年代将近十年国家财政的收入 只是那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